台长讲故事 人生大道理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逗过去 他会发愁了 而且有一个人 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浑身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照样看见老婆婆想渡河 他就背着老婆婆 他就过去 结果过河之后 这个老婆婆什么都没说 就匆匆地走掉了 这个时候这个人比较懊悔 他心想我已经泪成这样了 我把这个老婆婆渡过去 渡过去之后 他觉得不值得 我耗尽了这么多的力气 去帮助婆婆 因为他走的时候 居然连个谢谢他都没有讲 所以他心里很不开心 哪知道几个小时之后 就在他累得寸步难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个马声传来 一个年轻人追上了他 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说 哎呀这位先生 谢谢你 你好 你帮了我的祖母背过了河 祖母让我带些东西来 说你用得着 说完 这个年轻人就把身上背来的干粮和一些文银 并把胯下的马都送给了他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就说明 我们人不必急着要生活给予你的回报 很多人刚刚开始念经 就来不及 观世音菩萨 你怎么不写灵啊 我已经吃素了 我已经许愿了 我放了两千条鱼了 我怎么病还没好啊 听得懂吗 你怎么不说我怎么还没上天呢 你们告诉我 我请观世音菩萨把你们带上天 我们在心里有一个我的徒弟就是的 嘴巴里整天说 哎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整天这么说 我说老妈妈 我说你知道吗 你不死不能上去的 我跟他讲 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 好 看看我能不能上去吗 好 我说你要上去是吧 那我真的帮你一把 我说我看你修得也不错 那师父你帮我看看 我现在要走的话 我会在哪里啊 紧张了 结果我跟他一看 我说在御界天 御界天不去 我一定要修到四神道 我一定要修出六道 师父我现在不去 你不要跟菩萨讲了 这不夜宫浩龙吗 观音菩萨在心中 他教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